郭富城和梁樂施 今天就一起出席著名品牌的家具展 第一次來到這個展覽的城省 原來都很喜歡收藏家具 還說想親自設計嬰兒床給小朋友 嬰兒床一定要穩陣 什麼形狀 它又可以放在這裡之餘 你又有空又可以吊起它 便可以吊床 然後年齡不同 嬰兒幾個月大的時候 一路開始開 到一歲的時候 到兩歲的時候都可以用得上 是不是很有想法呢 內用一點 而且要實用安全 是 因為你不止兩個 嗯 那也是 那城省又有沒有興趣設計嬰兒房 迎接第二胎的來臨呢 沒有 沒有啊 反而你嬰兒房就沒有一個快點 簡簡單單 簡簡單 乾淨淨淨 我唯一一樣東西 最重要就是要封條 和那個空氣清新機 就是同一時間要開著 就是確保裡面的空氣環境要很好 就是這麼簡單的月光 嗯 至於同場的梁樂師 這就是因為隻眼發炎 所以要帶著黑超現身 將會飛去上海拍戲兩個月的Isabella 離開三個寶貝仔這麼久 又會不會很擔心嗎 當然會掛著 但是沒有辦法做事 現在又先進 科技又很先進 可以Facetime住 又有媽媽照顧 所以都會很安心地拍戲 好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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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愛